哈纳祷告说 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 只有耶和华为圣 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 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 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 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 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 人的行为被他衡量 永世的功都已折断 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 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使 饥饿的再不饥饿 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 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 耶和华使人死 也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 也使人往上升 他使人贫穷 也使人富足 使人卑微 也使人高贵 他从灰尘里排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是他们与王子同坐 得着荣耀的座位 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 他将世界立在其上 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 使恶人在黑暗中 既然不动 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 与耶和华争敬的 必被打碎 耶和华必从天上 以雷攻击他 必审判地级的人 把力量赐给索利的王 高举受告者的脚 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 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 侍奉耶和华 以利的两个儿子 是恶人 不认识耶和华 这两个祭司 带百姓的规矩 是这样的 凡有人献祭 正煮肉的时候 祭司的仆人就来 手拿三尺的叉子 将叉子往罐里 或顶里 或斧里 或锅里一叉 叉上来的肉 祭司都取了去 凡上到世罗的以色列人 他们都是这样对待 又在味烧之油以前 祭司的仆人 就来对献祭的人说 把肉给祭司 叫他烤吧 他不要煮过的 要生的 献祭的人若说 必须先烧吃油 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 仆人就说 你立刻给我 不然我就抢 如此 这两个少年人 在耶和华面前犯的罪 就严重了 因为他们藐视 耶和华的祭物 那时 撒姆尔还是孩子 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 势力在耶和华面前 他母亲每年 为他做一件小外袍 同着丈夫上来 献年纪的时候 带来给他 以利为以利加拿 和他的妻子祝福说 愿耶和华由这妇人 再赐你后裔 代替你 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 他们就回本乡去了 耶和华眷顾哈拿 他就怀孕 生了三个儿子 两个女儿 那孩子撒姆尔 在耶和华面前 渐渐长大 以利年纪很老了 听见他两个儿子 带以色列众人的事 又听见他们 与会幕门前 伺候的妇人苟合 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 做这样的事呢 我从这众百姓的口里 听见你们干的坏事了 我儿啊 不可这样 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 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 犯了罪 人若得罪人 又适时审判他 人若得罪耶和华 谁能为他祈求呢 然而 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 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 孩子撒姆尔渐渐长大 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 有神人来见以利 对他说 耶和华这么说 你祖先在埃及法老家 做奴仆的时候 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 在以色列众支派中 我不是拣选人 做我的祭司 使他烧香 在我坛上献祭 在我面前穿以福德 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 都赐给你父家吗 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 你们为何践踏 为何尊重你的儿子 过于尊重我 把我民以色列 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 因此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 我曾说 你和你父家 必永远行在我面前 现在我却说 绝不容许你们这样行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重看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日子必到 我要折断你的绑币 和你父家的绑币 使你家中 没有一个人活到老年 在神使以色列人 享福的时候 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 在你家中 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 我必不从我坛前 灭尽你家中的人 那未灭的 必使你眼目赶别 心中忧伤 你家中所生的人 都必死在中年 你的两个儿子 和弗尼 菲尼哈所遭遇的事 可以做你的证据 他们两个人 必一日同死 我要为自己立一个 忠心的祭司 他必照我的心意去做 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 他必永远行在 我的受告者面前 你家所剩下的人 都必来叩拜他 求块银子 求个饼说 求你赐我祭司的职份 好叫我得点饼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